11月4日晚,第十届中美电影节开幕式继今天时奖颁奖典礼在洛杉矶派塞丁南大剧院举行,电影《西藏天空》荣获当晚今天时奖。 该片讲述了从西藏和平解放前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纵贯西藏史上最风云激荡、沧桑巨变的一段历史时期。 这期间,西藏经历了和平解放及其后的曲折过程,民族改革运动的开展与深入,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这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电影《西藏天空》的出品公司,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杨文宏女士和导演傅东玉先生上台领奖并发表得奖感言。 我先代表上映集团,非常感谢组委会,感谢大家对于西藏天空的肯定。 因为今天是中美电影集给我们这样一个奖,所以我们也希望给予这样的平台,能以后多拍中美合作的片子。 谢谢大家。 感谢组委会给授予这样一个奖。 我还是要在这里感谢上海电影集团。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换一种思维来看待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电影,值得上海电影集团花五年的时间来沉浸下来的制作。 我觉得这种褒奖,我会感到非常的荣幸,谢谢。 很荣幸啊,那我希望这样的电影可以让西方能够重新看待一下关于西藏,关于西藏的一种观念。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是换了一种思路来重新拍西藏,也不是在用那种非常阶级的观念来表达所谓的解放。 我们开始谈论了人的尊严,开始来论宗教与平等,所以很荣幸。 它应该是西藏天空在海外所得的第一个奖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很美好的开始。 我觉得今天获奖很有意义,大概是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就是西藏天空这样一个题材在中美电影集上获奖,它实际上给西方重新看待这个,就是非常客观地看待西藏五十年前这段历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是在中美电影节上获奖,所以作为上海电影集团,我们将更多的致力于中美合拍的这个方面的工作。 2014中美电影节,美国英龙传媒